我是米露第二次 今天要拍的是 聖誕交換禮物 我收到的禮物 這麼多都是我的爆米花們寄給我 真的非常謝謝大家 那接下來就一個一個開箱囉 好的 這件事情的原因是我在聖誕節之前 因為我想謝謝大家 今年以來對米露的支持 所以我拍了一支影片 就是聖誕節交換禮物 那在那支影片裡面 我準備了六個禮物 要送給大家 本來這支影片是打算 在聖誕節之前就拍出來的 但是既然也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就拖了一下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第一個 黃同學 名字我就不念出來了 一邊拆一邊說一下 我送了什麼給大家 我準備了六樣東西給大家 前三樣是架式 然後有一個是阿遠的驚喜包 因為我想說女生觀眾可能比較多一點 然後有一件衣服 還有最後一個最特別是 可以命令我拍一段影片 或是錄一個聲音 那最後我會告訴大家 抽中這個禮物的朋友呢 他決定要做什麼事情 好第一個 哇包裝很精美捏 謝謝你 卡片很可愛 我在跟大家溝通的時候 我是說 其實也不一定真的要寄禮物 也沒關係 可以只吃一張卡片也可以 但看這一整箱呢 大家應該是 啊 蠻乖的齁 有拿必有還 大家都有送禮物給我 哇寫好多字喔 唸一下好不好 他說 他抽中的是時鐘 然後他說 是以前看了我的部落格 後來才發現我的YouTube頻道 他說這兩個有蠻大的差異 雖然喜歡我的文章多一點點 但頻道是讓他更認識我的一個契機 喔 他是我學妹耶 哇 他是我淡江自傳的學妹耶 好巧喔 他說有沒有希望能找他 找我回去系上分享 其實 欸我之前有去過喔 哇 原來是學妹喔 神奇喔 好巧喔 謝謝你 包得很好耶 登登登登 哇 他說 生命的悸動與分享是 有所回饋的撞擊必死 謝謝你 我很喜歡這句話 因為很多時候拍影片啊 其實就是分享自己喜歡的東西給別人知道 但是呢 當你收到回饋之後呢 你會覺得自己的分享 變得更豐富了 好像也回到自己身上 很可愛耶 謝謝你 再來第二個 喔我記得 我經紀人有跟我說 有一位朋友怕記得來不及 他還請他的朋友直接送過來 好可愛喔 然後我來看看這個是誰齁 Dear 米露 Dear Yoda 很可愛耶 謝謝你 你還自己畫了卡片 他說 看了交換禮物的影片 覺得很暖心 沒想到抽中了 他說 之前有朋友在活動看到我們 然後 讓他羨慕很久 沒想到這次終於換他朋友羨慕他了 哈哈哈哈 他去倫敦生活一個月 然後剛好看得到我在倫敦拍的vlog 因為那個影片裡面呢 我介紹了一間倫敦的冰淇淋店 印象深刻啊 裡面有酒增大口味啊 但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這位朋友呢 就看著我的影片去找到那家店 我覺得非常的神奇 因為其實我沒有寫什麼地詞 沒想到你找得到 其實我在抽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寫的這個故事 那我當下其實有點雞皮疙瘩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快忘記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我拍得下來 然後後面有人去 讓我再看到這個留言之後 我好像重新回到那個地方的感覺 我就覺得因為分享了出去 然後有了回饋 可以讓我自己的故事變得更豐富 我當下是這樣想 也謝謝你 然後這個是 巧克力耶 我絕對吃 吃一個黑色的 因為我是很喜歡吃巧克力的 很好吃耶 我很喜歡有加酒的巧克力 我剛好吃到一個 上面有寫白蘭蒂人 超好吃謝謝你 你也會選禮物 再來 秋同學 好有猜禮物的感覺 大家都有寫卡片耶 好棒喔 這位明路阿圓很喜歡看你們的影片 你們真的很棒 謝謝你 山迪 謝謝山迪 好的禮物的部分 其實收到大家的禮物 覺得好開心喔 因為常常自己拍片阿 其實沒有什麼真實的感覺 但能跟大家交換禮物 就覺得 雖然沒有見面 但真的好像 跟你們有了實體上的互動跟接觸 畢竟你們的禮物是我親手包的 然後我也親手拆了你們包 好像跟你們很接近 這個東西感覺很ㄎㄧㄤ 這東西我是不是在7月半的影片裡面看到過 是馬叔送給蔡阿嘎的 太有趣了 很棒很棒你很棒 他就是只有一邊可以擠洗手乳出來 他就是一個比賽的人好不好 很可愛謝謝山迪 Q 再來 接下來 這個是 什麼阿 油畫 許同學 數字油畫 喔 錯面 他上面每一格都有標示著 顏料的編號 然後這邊有顏料 所以呢我可以自己按照他的指示去完成這幅畫 畫好棒喔 這個我覺得蠻好的耶 他是一個 貓咪的 貓咪的 這個我喜歡 謝謝你耶 我有時間我會 我會畫喔 我會認真來畫他 畫好吧 畫在後面 謝謝你 謝謝 還是你覺得我很有藝術澱粉 再來呢 台中的陳同學 這個是化妝棉 欸 怎麼會想要送我化妝棉 然後 還有圍巾 我最近剛好想要新的圍巾耶 謝謝你 灰色的 其實我蠻喜歡這種樹色的 很棒 最近剛好天氣變的 帶著露 真可惜最後才猜到這個 不然就可以帶著露 好 第二米露第二店 透過阿姨認識我的之後發現 我跟你的男友差一天生日 有時候覺得你們真的蠻像的 哈哈哈哈 所以你變得超愛看我講感情 還有講水瓶做的影片 你很喜歡看我穿搭的影片 謝謝 你說你很喜歡聽我唱歌 蔡小丁 謝謝你 重點是 喜歡我很享受唱歌的感覺 啊 謝謝你 我也希望未來有機會 可以唱歌給你們聽 不然唱一句好了 前天剛看完五月天的演唱會 現在滿腦子都是五月天的歌 突然好想你 你會在哪裡 過得快樂或委屈 突然好想你 突然莫名的 突然風裡的回憶 突然模糊的眼睛 蛤 希望你喜歡囉 緊急送到我的感謝 好可愛 謝謝你 這圍巾我真的滿喜歡的 我會戴 可是沒有錯為什麼送我化妝棉 好了其實我是蠻需要的 不然我每次都跟阿遠借 好的 還有這個 這個是從香港寄來的 其實這個朋友的獎項是 可以命令我拍一個影片 或錄一段話 我原本說 海外的朋友就是 可能沒辦法參加嘛 因為沒辦法寄東西過來 但是呢 我在抽這個獎項的時候 剛好就抽到這個香港的朋友 我就想說其實也好啦 他竟然在一個 我說不能參加還是甜 那我也想說 這個請我錄影片 或者講話的東西其實不需要 油脂嘛 我不用寄給他 我可以傳給他就好 我會跟他說 其實你也不用寄東西給我 你只要可能寫個卡片 拍給我這樣就可以 但是他沒想到 這個朋友呢 木木還是呢 寄的東西過來 還用EMS 就是國際快適寄過來 而且我剛剛打開 竟然是VVM Westwood 哇 真是讓 讓您破費了 哇 謝謝你 哇 謝謝 我最近剛好需要 因為我原本那個有點壞了 謝謝你 謝謝 哇收到這種大禮 真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我給木木的禮物呢 是抽中他的時候 我跟他問了 木木請我寫一首歌詞給他 他想要我創 題目是眼睛 那最後我會把這個東西 放在影片的最後面 額外呢 有一個爆米花 雖然沒有抽中我的禮物 但他還是很熱情的 寄了禮物到 我的經紀公司 所以我現在 也把他打開 謝謝逸琳 謝謝 什麼呢 這什麼 你們真的很有創意 紓壓店 好可愛喔 喜歡 剪片的時候就可以 把手放在這邊 很棒耶 很可愛 而且他一長條 感覺很可愛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像帶一個寶寶出門 這樣 總之謝謝大家 然後 看到你們 很用心寫那麼卡片 甚至還有沒有抽中禮物的人 願意寄禮物給我 心裡其實 滿感激的 就過去這一年的努力 覺得好像真的有人看到 然後覺得自己拍的東西 做的事情 好像真的對大家的生活 有一點幫助 或是對大家的旅程 有一點幫助 那 一開始只是 想拍而已 但是現在會覺得 有大家參與進我的故事 我過去這一年的生活 更豐富的許多 而且它是不斷被延伸 不斷被分享 不斷有新的人看見 不斷有新的人加入 這一點 我真的覺得非常感動 也覺得很有意義 這可能是今年的最後一支影片 希望明年我們還繼續見面 希望明年我可以 帶給你們更多好看的影片 說更多的話給你們聽 能夠讓我們更認識彼此 就這樣啦 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米露的YouTube頻道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真的謝謝大家 謝謝 掰掰 拜拜 喂 It's Taffy 你看見的你 也情不懂 你看見的我和你有什麼不同 人望我們都能夠小可幽默 那不就都是臉孔 給麻煩你 給麻煩我 臉孔不夠用來有誰感受 原來也無所謂 美宇宙 如果能感同身受 喂 It's Taffy 世界廣闊 世界廣闊 世界如沙漏 人們擅長讓事物都遇著風 誰都帶來色不得走 喂 It's Taffy 好 大家 先來 看看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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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